各位末日求生爱好者们 这是一篇主角重生的完结文 准备好咱们发车网 为婚夫勾搭绿茶闺蜜 将我丢出门为丧尸 重生后 我提前租下正对面的房子同物资 把他给的彩礼和要求我存的婚房装修费花个尽光 丧尸再次爆发 我终于可以躺平在阳台上 观看这对狗男女在末世中相亲相爱 在床上睁眼时 我以为自己做个可怕的噩梦 梦里我的四肢被丧尸啃得只剩血泥和骨头 肠子被拖出腹腔 空气里混着浓重的血腥和湿臭味 我像腐肉一样烂在楼道里 在无边的疼痛中慢慢失去最后一丝呼吸 以至于现在突然醒来 浑身都残留着神经性痛感 梦里已经失去的四肢也无法动弹 老婆 怎么 做噩梦吗 躺在身边玩手机的未婚夫见我一动不动 浑身发抖 伸手来搂我 看到李肖的脸 我心里泛起一阵强烈的恶心 手终于能动 第一反应就是推开它 她被我突然发神经激出明显的脑溢 但很快就恢复瓶颈 换上一副笑脸 老婆 我今天有事要出去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晚上我带回来给你 听到这句话 我惊慌的去看一下手机 2064年6月24日 早上9点44分 同一个时间 同一句话 原来这一切不是梦 是我死后重生 重生到丧尸爆发的前一天 李肖看我拿着手机发愣 摇摇我 等下十点多装修公司的人会来签合同 你记得把钱付哦 李肖在婚前全款买套房子 就是我现在搬过来跟她住的这套 跟我商量结婚的时候 她要求我把这些年打工存下来的50万 用来给这套房子装修 你没有父母 以后我就是你最亲的亲人 这些钱不都是共同财产吗 结婚以后房产证会加你名字的 这也是你的房子 早出钱晚出钱都一样 房子早装修能早入住 你说是不是 在她的不断洗脑下 我多少有点动摇 后来她未显示出 已经把我当亲人的诚意 主动把10万块财力先打给我 就是这一招 成功打消我最后的顾虑 对她找来的装修公司 没有任何调查就直接签合同 付60万前期款 结果 这个公司是她兄弟搞的皮包公司 这60万在她兄弟杨洁手里赚一下 留下几万块辛苦费 剩下的全进李肖的口袋 李肖不但用杀猪盘骗光我的积蓄 还勾搭我的绿茶闺蜜成双双 丧尸爆发后 成双双困在我家 被我察觉出他俩有染 偷偷调查李肖的手机 没想到啊 等于我的是这么多 让人心底发凉的猛料 上一世 我的真心被这两个贱人当成垃圾 踩在脚底玩弄践塔 还没来得及算账 他们就为占有物资 把我多出门为丧尸 以最绝望的方式惨死 这一世要是不报这个仇 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李肖见我脸色僵硬 以为我还在生起床气 又在提醒一次 回过神来 我压下愤怒 随便敷衍几句 他没发现什么异样 收拾一下出门 我在阳台边看着他的车开出小区后 把我放在李肖家的一些重要物品和衣服塞进拉干箱 顺手将他买的无人机也塞进去 紧跟着出门 静止奔向小区大门的保安亭 那里有一个物业社的布告栏 平常用来给业主张贴一些寻物歧视或者招租信息 我以前跑步路过时 都会看一看 在众多招租信息里 我很快就找到有印象的那一张 播出上面的电话 喂 是张小姐吗 我想租你家的房子 现在有空来签约吗 业主张小姐告示上招租的房子 就在李肖家的正对面 因为两栋楼离得不算太远 上中国对面租客搬家撤离的时候 我在阳台上有留意到 张小姐好像也住在这个小区 挂我电话后 很快就赶过来 见我手上拖着拉杆箱来看房 还主动关心起我的情况 我坦白说是因为未婚夫出轨闹工 无父无母无所投靠 只能搬出来一个人住 出与女人之间的共情 她主动提出便宜500块租给我 还跟我说 我比你大 你以后就叫我姚姐吧 我是因为家里老人过来 这房子不够住 我马上约换门的师傅过来 把家里的大门换成家后 加强款房到门 这时候有个陌生变化打进来 我猜是李小找的装修公司到 按下接听 喂 请问是舒小姐吗 我是装修公司的小杨 来找您签合同的 您家门铃按好久都没反应 马上开下门可以吗 真不好意思 我装作抱歉的口吻回复 我临时有点是出门 要不你一个小时后再来吧 电话里殷勤的答应 好的好的 师傅把门换以后 我还塞点钱 让他偷偷把公共通道里的门锁也帮我换 这栋楼每层都是一体两户 如果公共通道的门锁上 我等于有两道门 双重保险 换门的师傅前脚刚走 我约的换房盗网 和窗的师傅后脚就到 还是个挺憨厚的师傅 摇一下阳台上已经装的隐形房盗网 跟我说 我看你现在装的这个挺好的呀 大多数人装的都是这种隐形的 你要那种全包的影响美观 还不通风 不好晾衣服 碰上这么实在的人 我也只能临时想个借口 这个小区之前失窃过 那家也是装这种隐形的 根本拦不住小偷 现在我每晚睡觉 都好像听到有人在检房盗网 有点神经衰弱 还是把阳台包起来涂个安心吧 师傅听我这么说 就理解我另一个所有玻璃 换成防弹玻璃 并贴上单向膜的要求 也不再多问 量一下尺寸 说回店里准备一下材料 下午就可以过来帮我装 送走两个师傅 我马不停蹄地赶往超市 准备大采购 刚到山姆超市门口 又接到那个阳姐的电话 舒小姐 您到家吗 哎呀 我找一个工作人员 表明我是公司采购 不派来采购员工福利品的 让他帮忙拖一个板车 按我选的货物来提货 不知道后面持久站要打多久 为保证不饿死 我选的大部分都是耐储存的食物 方便面米线和粉 自热火锅米饭 肉罐头 水果罐头 蔬菜罐头 肉干 压缩饼干 小面包 大米 面粉 各式调味酱料 花生油 考虑到用电问题 我下午已经约师傅来家里 安装三块太阳能蓄电板 后面供两个新买的冰柜用电 应该差不多够 所以又追加些冷藏食物 速冻饺子 牛排 鱼排 鸡肉 房子里原本的冰箱 打算用来放一些保鲜的蔬菜和水果 大白菜 洋葱 橙子 苹果 玉米 土豆 路过零食区的时候 我又捡一些爱吃的零食 特别是甜口的 薯片 各种口味的巧克力 各类糖 冲泡奶茶 速农咖啡 吃的基本买完 因为新租房子 卫生金 对一下手里提前列好的物品单子 生存物资差不多就这些 突然又想起来 差一个高倍望远镜没买 这玩意才是重点 呵呵 拿起所有东西后 工作人员带我走批量采购通到结账 并且付送货上门费 直接送去我家 从超市出来 在药店打包厂用药的时候 那个杨杰卓打第三次电话 我接起来后 马上装得很着急的样子 杨先生是吗 我刚想给你回电话 刚刚我发现银行卡被人盗用 还输错密码已被冻结 我正在银行排着队等处理呢 要不你明天早上再来吧 今天害你跑来跑去的实在不好意思 我明天多付给你五千块辛苦费吧 可以吗 我在说前半句的时候 电话里的杨杰一直沉默 感觉马上就要暴怒 但后半句说完 他马上换上和煦的声音 不辛苦不辛苦 应该的 那我明早同意时间再来 您赶紧先把银行卡的事情处理吧 挂电话 我心里暗笑 戏谁不会演呢 只有你杨杰和李肖慧吗 物资是差不多买齐 但我心里还是很没底 上一时 我手无寸铁 被那对狗男女拿捏住 这一时 万一他们在对面发现 我和满屋子的物资 肯定会起耕毒的歹心 想来想去 决定备上一些硬核的防御工具 一来可以防御丧失的攻击 二来可以避免被狗男女反杀 我打车到装修市场 进到五金工具店 买到高压电机棍 充电型超长可伸缩支条锯 铁丝线 有这两样 狗男女敢靠近我 我就敢把他们人电费 头砍飞 买完后我开下表 差不多到安装师傅上门的时间 给老板附送货上门费后 我开始打车回城 在车上 我给家附近的几个送水站都打电话 合计两百多桶水 加钱 让他们都送到我家里来 到家门口才发现 师傅和工人挤满整个楼道 都在守着材料等我 我赶紧道歉 开门让他们进去安装 等工人们安装好离场 我又规制一下送过来的物资 两个大房间已经塞满 多出来的只能摆在客厅 弄完这一切 我先走边给成双双回电话 喂 双双 我刚刚在忙没听到电话 怎么 电话里的成双双声音娇软 还带着哭腔 呜呜 盈盈 我跟男朋友吵架 我现在心里堵得慌 心里好难受 第一时间就想到你 男人真的没有姐妹好 呜呜 不得不说 成双双真的挺会示弱 和提供情绪价值的 像我这种从小缺少父母姐妹的人 心底最渴望的 确实是时时刻刻 与我亲力的关系 所以上一世 成双双只要在我面前阴影 我就忍不住为她赴汤蹈火 予取予求 低级绿茶只会哄男人 高级绿茶简直是心理学家 男女通杀 听完她的话 我也显得很着急 那今晚你到我家睡吧 不要跟那个臭男人待一起 成双双仍在电话里哭哭啼啼 但是现在好晚 外面好黑 我一个人打车害怕 我立马上到 我现在就打车去接你 要是她真的不敢来 那我的剧本岂不是缺女主角 接 必须得接 我刚把家门打开 李肖就马上从客厅沙发上站起来 肉眼可见的低气压 但看到我身后的成双双 气压又平衡 开口甚至有种宠溺的意味 哦 我说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呢 原来是跟她在一起呀 哟 李肖 你这话不是对我说的吧 是不是成双双让你跟我摊牌 你还没拿到钱不肯摊 然后她微信不回电话不接 你急脑 开始打爆我的电话 准备把气都撒我头上 你猜我猜得准不准 但是成双双这绿茶吧 给你一巴掌 又打算给你一颗糖吃 还是让我去把她接过来的 开心吗 渣男 我余光瞄到斜后方的成双双 朝她别别嘴 李肖马上不自然地把目光 转移到其他地方 太明显 我上一世到底是被什么猪油蒙蔽脑子 这些细节竟然一点都看不出来 李肖装作若无其事地问我一嘴 你的银行卡背道处理好吗 我装作很头疼的样子 没有 排到我的时候负责任下班 但桂园答应给我留明早的第一个号 我明天一早去排队办 李肖听到这也不好说什么 转身躺在沙发玩手机 我转头跟成双双说 很晚 你先去洗澡吧 客房一直都给你留着呢 前几天还换新的床单被套 成双双开心地扑过来 在我脸上一直默默的亲 我最爱你营营 你是我这辈子最亲最亲的姐妹 在我心里 你永远排第一 我妈只能排第二 我内心虽然白眼翻上天 但面上还是表现出一如往常的受用 搂着她笑的甜蜜 我最爱的也是你双双 你第一 李肖第二 你第一个死 李肖第二个死 满意这安排不 李肖逆我们一眼 她笑说 你姐妹说话真肉麻 我都要听吐 老婆 是吗 你不是最爱这浪蹄子 在微信里朝你肉麻的喊 老公 人家睡不着 老公 人家好想抱抱你 老公 你下次多亲亲人家好不好 成双双听到李肖喊我老婆 马上撒开手 静止往冲凉房走去 这件人还有脸当着我的面吃醋 再忍一下 输影 再忍一下 这对狗男女现在笑得有多开心 后面就会哭得有多难看 凌晨四点 是人进入深度睡眠的时段 而我却兴奋地睁开眼 轻手轻脚地摸下床 到杂物房里 把最大的行李箱 缓缓地推到冰箱边打开 慢慢扒开冰箱门 把食物一件一件往行李箱里放 直至把冰箱的东西全部清空 又把厨房和客厅里 个能进嘴的东西 全部塞到行李箱内 塞得满满当当 合上 扣好箱扣 就在我准备把躺在地上的行李箱 提起来 往门边推的时候 咔哒 主房的门大传来拧动的声音 造李箱行 我心底一沉 丢下行李箱 侧身躲进冰箱和墙之间的凤里 几乎同一时间 李箱就开门走出来 拧着把手轻轻把门关上 是我的想动被他听到 起床检查来 他站的那个位置 失手就能摁开客厅的大灯 就会看到冰箱旁 躺着的大行李箱 和我塞不进凤里的半个身子 我脑子嗡了一下变成空白 就在我以为宁愿要再一次捉弄我的时候 他却捏手捏脚的往客房走去 没有开灯 也没有察觉到暗处藏着这么大的异常 过大概一分钟 客房里就传出成双双的低声娇称 嗯坏死 和李箱压着嗓子的声音 嘘 小点声 等一下把死肥猪吵醒 你确定他没发现 我感觉死肥猪今天有点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 那蠢货这萌着头睡大觉呢 他那个猪脑都不知道在想什么 每次都把你这大宝贝接过来陪我 快让我亲一下 小贝不要气 拿到钱就给你买上次看中的那只香腊包 乖 你说的哦 可不许反悔 哈哈 狗男女嘲讽我的每一字 穿过周围死一般寂静的空气 清清楚楚的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在肮脏的夹缝里气得浑身站立 气得每一寸皮肤都在燃烧冒烟 笑我猪脑子 我回到主房 把李箱赶着去偷情 而忘记拿上的手机塞进包里 直接穿着睡衣 拉上行李箱 头也不回地走出这个家门 出门后第一件事 将这俩狗男女反锁在屋里 第二件事 将成双双的微信和电话拉到黑名单 我倒是要看看 再过几个小时 你们两个是谁先发现自己才是猪脑子 回到我租下的房子 锁好两重门 看着满满一屋子的物资 憋在肺里快要憋炸的那一口气 才重重地呼出来 把行李箱踢到一边 躺到主房的新床铺上伸得大懒腰 老娘再也不用跟脏的狗男人躺在一起 爽力得很 还有啥可气的 闹钟在早上九点准时响起 我精神抖擞地醒来 靠坐在床背上 掏出渣男的手机 上一世我就已经破解他的密码 这一世他都不知道我已经发现他偷情 更来不及把密码改掉 我重新开机 顺利解锁屏幕 有一百多条成双双呼叫的来电提醒短信 躺在列表里 我笑着走到阳台 舒舒服服地躺到摇椅上 眼睛凑到我早就架好的望远镜中 画面里李箱暴躁得像一只被踩尾而炸毛的狮子 在屋里乱转 满地都是他摔烂的东西 一片狼藉 成双双在旁边 边打电话边拉他 现在极力劝慰 我把在装修市场黑摊里买的窃听器接收仪打开 里面立即传来不堪入耳的粗话 你他信号信号的书影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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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我抓到你 我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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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这一连串电报这种污染耳朵 先关上 李箱也真是的 现在家里乱成镇鸟样 等一下怎么接待贵客啊 我拿出自己的手机 把李箱微信里和成双双 堪比小黄文的对话以及小视频 全部拍下来 转发给成双双的现男友 许超 成双双这货 其他事情让我失望 但是选男人的眼光从来都不会让我失望 说好听点叫恋爱脑 说难听点就是下贱 垃圾堆里的男人都快叫他剪光 不然也不会闻着臭味搭上李箱 以前我拿他当亲闺蜜的时候 真他妈恨铁不成钢 不知道骂过他多少回 但是骂归骂 每次他被各种渣男折磨的身心俱损 都是我冲到最前面替他出头 甚至自己也惹很多事上身 丢好几次工作 搬好几回家 幸亏他没有听我的 又找一个扎出新高度的许超 许超果然很快就打不来电话 我整理一下情绪接起来 超哥 呜呜呜 我想跟你道歉 怪不得你以前打他 他真的 呜呜呜 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超哥你快来主持公道吧 许超在电话里吼得我耳膜都要破 吃什么狗胆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看老子不宰他们 马上把你家地址发给我 盯紧别让他们跑 我现在过去 挂电话 我立即把详细的地址和门牌号发给徐超 还告诉他我藏好的门钥匙在哪个位置 他住的那个小区过来也就是十几分钟车程 不用我等太久 哈哈 我期待地搓着手 趁着空当起身 去把从渣男家拉回来的行李箱打开 将搜罗道的食物收进冰箱和橱柜 整理完一看时间 差几分钟就到十点 哎呀哎呀 好心马上要开罗咯 我兴奋地冲到阳台 打开接收仪 调好望远镜的角度 往对面看去 李箱已经闹泪 现在正面色发黑的坐在客厅沙发上 身旁的橙双双一下一下地扶着他的背 老公 别生气 开锁师傅马上就到 到时候门一开 我就陪你去营业厅补办森卡 再去买一台新手机 我给你买 不要生气嘛老公则 真搞不懂 他脑子是有什么大病 这么舔一个诈骗犯 李箱烦躁地抬起手肘把橙双双对开 但是他又扭扭捏捏地贴上去 就在这时 大门被猛的一脚踹开 开锁师傅徐超杀气腾腾地冲进屋里 没等那对狗男女反应过来 就像拎鸡仔一样 抓住李箱的脖子 把他从沙发上拎起来 恶狠狠地往地上摔去 那块位置恰好都是摔烂的杯子碎片 李箱躺在上面全去着身体 满脸痛苦 还没等他身影两句 徐超又像大山一样坐到李箱的身上 扔起拳头一下一下地砸向渣男的头 敢碰老子的女人 信号你信号信号信号是贤命长 背上扎进尖锐的碎刺片 脸上瘦着砂锅那么大的拳头 我想想都起鸡皮疙瘩 替李箱感到疼呢 旁边的成双双大概也疼 心疼 开始伸手去拉徐超 不拉还好 一拉就被徐超想起来 还有一个贱女人没收拾 从脸肿成猪头的李箱身上下来 一个嘴巴子就甩在成双双的脸上 老子看你也是活够 平时打的少是吧 啊 给你脸 说完又甩下去两个响亮的巴掌 成双双被打的鼻血都飙出来 没站稳摔倒在地上 哭得满脸都是红色的鼻涕 就在我巴着望远镜头左摆右摆 追踪精彩的每个画面 每个表情 忙到飞起的时候 手机响 我不情不愿地接起来 喂 喂 舒小姐吗 我是小杨啊 我就快到你们小区楼下 您今天可以正常签合同吧 哦哟 看得太高兴 把这个赶来送人头的小配角都给忘 我站起来往楼下看去 杨洁正要踏进李箱柱的C洞大门 赶紧喊住 小杨啊 我没在家呢 今天一大早就去银行 杨洁停下脚步 但是在赶回来的路上 十分钟左右就能到小区 你就坐在C洞大门正对面那张椅子上等我呗 不要挪地方哦 不然我等一下找不到你了 杨洁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 转身在那张椅子上坐下 没一会 一位拎着小提琴盒的老爷爷 就朝那张椅子走去 跟杨洁商量了什么 那个老爷爷我是认识的 以前每天都陪着老伴一起散步买菜 两个人回到小区后 会习惯性在那张椅子上坐下歇息 几个月前老太太突发心脏病发去世 只剩下老爷爷孤孤单单一个人 每天都在差不多的时间回到那张椅子上 用小提琴拉一手梁柱来纪念她的老伴 小区里的人平时都会很有默契地 把那张椅子空着留给她 但此刻杨洁完全就是摆出一副 我先战武有理的流氓姿态 插着胸抖着脚 扭过头看向别处 老爷爷看交涉无果后 垂头丧气 勾搂着被往回走 进旁边动的大门 大约也就过五分钟 杨洁身后突然冲出几只病发的癫狂丧尸 朝着他脖子动脉咬去 血柱顿时喷洒满地 与此同时 小区花园里各个角落都传出圣人的惨叫 整个花园开始躁动 活人被丧尸追得到处逃窜 被咬的人又迅速转化成新的丧尸去咬人 短短十几分钟 底下已经全是变异的丧尸 没人瘾 丧尸爆发的时间点跟上一世真的分毫不差 唯一有差的是 我弥补上一世的遗憾 把痴情老爷救下来 还顺带给诈骗犯送了个盒饭 就是这个feel饭爽 我开心地哼着歌 重新把望远镜对准对面 他们三个人此刻正站在阳台上往下望 脸上写满惊恐 应该都目睹楼下丧尸 变异和咬人的恐怖画面 李霄肿成子馒头的眼睛里露出满腔的愤恨 定定地盯着楼下某处 我拿望远镜随他盯的方向看去 哦 原来是看到新鲜出炉的丧尸 断壁小羊呀 还有心情敢怀你兄弟呢 李霄 我劝你还是多担心担心自己吧 留在家里就要跟徐超同居 而且一点吃的都没有 出门就会像我上一世那样 对丧尸咬烂在楼道里 我看你现在的处境 还不如你兄弟来得痛快呢 李霄能当杀猪盘诈骗犯 反应能力还是比另外两个蠢货强一点 就像现在 三个人呆滞地返回室内后 他是第一个反应过来自己处境的人 对着徐超啪一声跪下 开始痛哭流涕 试图把内部矛盾往我身上转移 超哥 你听我解释 这一切都是输赢那贱人搞的鬼啊 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 但是他把我手机拿走 现在死无对证 全凭他一张嘴 你千万别被这个贱人骗啊 说完又哭到冰箱边把门扒开 你看 他把家里所有吃的都卷走 还不明显吗 这分明就是提前设好的局 把你也一起算计 超哥 你千万别放过他 徐超肌肉发达 头脑简单 被李肖三言两语煽动的头顶直冒烟 马上拿出手机打电话 手机铃声响 我原地快速跳二十个高抬腿 静下喉咙 用上气不接下气的哭腔接起来 好可怕 丧尸啊 我差点被丧尸咬死 呜呜 超哥你在家里没事吧 徐超被我突如其来的关心问愣一下 但很快恢复质问的语气 书尹 你是不是在社局耍我 我也理直气壮的反质问他 我耍你什么呀 李肖是不是不承认给你戴绿帽子 那些小视频你也是看到的 怎么造假 难道我要瞒着你 看着成双双那件人继续骗你才对吗 而且现在满大街上到处都是丧尸 我都差点逃不掉被咬死 你在我家里安安全全的 居然说我给你设局 徐超在电话明显一点底气不足 那你家里怎么一点吃的都没有 我表现得更扯火 我平时在家都不做饭 成双双哪次饭点来 我不是请他出去吃 家里吃的都过七人啊 这点小事也值得你来质问我 本来我还担心你在我家没东西吃 打算叫朋友想办法送点过去 现在看来你跟李肖是一伙的 还帮着他来气我 合着你们三个人相亲相爱 就我一个人被耍 徐超一听到我要给他送吃的 赶紧陪笑 别别别 书影你看你 急什么 我就随便问问 我后面的话没听就挂 还把手机调成免打扰 望远镜画面中的徐超异常着急 按着手机重播好几回 发现我电话还是拨不通 急了一脚就把跪在旁边的李肖踹倒 就你在这条事 害老子饿肚子 我不踢死你个是惊 又朝着肚子踹好鸡脚解恨 踹到李肖想喊疼都喊不出来 哼 李肖 现在谁有物资谁就是老大 你泼的脏水对我来说一点威胁性都没有 但被我反踩一脚可不是解释两句就能过去的 不是笑我猪脑子吗 连猪脑子都玩不过 有够拉刀 往后三天 通讯信号没断 徐超一直在尝试联系我 每次打不通电话就揍李肖和成双双出气 但到第四天 网络断 电话打不通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 徐超也失去揍人的力气 三个人齐齐摊在客厅的地板上 对比他们地狱一般的生活 我住在对面简直不要太像天堂 不但一日三餐有婚有素 我的房东姚姐还经常用他儿子的无人机 把他自己做的包子 饺子 煎饼 锅包肉 送过来投喂我 他说要不是我 他一家人绝不可能这么齐齐整整 说起来人与人的缘分也很奇怪 他再见过我一面 就能那么彻底的相信我 签租房合同那天他收到我的提醒 回去就开始张罗同物资 把家里塞得满满当当 连走路的道都差点没有 丧尸爆发的那天早上 他哭天枪地堵在门口 不让他老公上班 儿子上学 家里人都以为他受什么刺激风 但也执拗不过 只能顺着他 但没过多久 花园底下就开始传出惨叫 一家人在阳台上看得瑟瑟发抖 婆婆都吓晕过去 吃素笑就新单才醒过来 现在他家和我家 可以说平物资在末世里活得毫无压力 虽然对比上一世 我过得好太多 但不代表复仇就到此结束 相反 如果渣男和小三的下场 只是区区的饿死 我觉得一点都不解恨 我要他们也尝一尝 我曾经尝过的痛 凌晨四点 预先调好的闹钟响 趁对面那三个人还在睡 我悄悄用塑料袋装一点点吃的 挂在无人机的机械壁上 李肖家的阳台正好没有装房到网 我把无人机摇过去 将物资搁到地上 再撤回无人机 又给徐超的手机隔空头 送一张留言截图 好好照顾他们 后面我还会送吃的过来 做完这一切我就回去补眠 再醒来 已经是九点多 我赶紧跑到阳台上继续观看进步 徐超坐在沙发上 抖着脚吃方便面 李肖和成双双跪在他前面 成双双盯着那桶面 巴巴的恳求 老公我也好饿啊 你吃完面以后 可以给我留口汤吗 徐超冷吃一声 把最后一口面吃完 把面桶放到地上 要喝可以 但你只配在地上喝 成双双饿一天一夜 也顾不上形象 他在地上狼通虎咽起来 没吃几口就被李肖一把推开 抢过去 成双双估计没想到 一直喊他宝贝的李肖会 因为几口方便面汤跟他动手 开始嚎啕大哭 边哭边扯着李肖的衣服 跟他撕打起来 他们两人侧对着我 我在望远镜里 看不清楚打斗情况 但很快就收到徐超隔空 投送一条清晰的正面视频 视频里两个人头发衣衫 都乱了像个乞丐 趴在地上 嘴抢着去够方便面筒 面汤糊一脸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看来经过几天的饥饿 徐超已经清楚 现在该听谁的话 跟谁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后面每到饭点 我都能准时收到他投送过来的 狗男女相亲相爱的吃饭视频 不得不说 看着下饭 真的比吃锅还开胃 丧尸病毒爆发后第64天 舒服日子都没过多久 就突然来转折 早上9点左右 小区里飞来好几台无人机 上面的喇叭自动循环 外放着广播 丧尸病毒抗体疫苗 已经研发成功 ZF将尽快开展丧尸清理工作 请广大群众继续留在家里做好防护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小区里的幸存者 听到广播都开始欢呼雀跃 但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上一世我在病毒爆发的第三天就死 所以并不知道 后面的发展情况是什么样 持续多久 而这一世 我好好活两个多月 除通信网络段 水和电都正常供应 我依依有预感这场病毒 没有完全脱离ZF的控制 可能持续时间不会太长 但确实没预料到 疫苗在这么短时间内 就被国家研发出来 有疫苗 人类即使被丧尸咬也不会并发 只要每清理一个区域 就给幸存者打上疫苗 那清理丧尸的人手就会越来越多 进度也会越来越迅速 也就是说 最慢也就半个月 全国的丧尸就差不多能清理干净 现在这种情况对我十分不利 如果让对面那三个人 熬到末世结束重获自由 第一件事必定是联手来对付我 不行 从今天开始 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要加紧监控 而且得想办法让他们内讧起来 没想到 李肖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多默等我动手 就准备先下手为强 先是晚上趁徐超睡着 偷偷拉拢成双双 我们的苦日子马上要熬到头 但书颖和徐超这两个贱人 必须得趁现在解决掉 成双双虽然已经跟李肖闹掰 但是听到要解决徐超和我 咬牙切齿地猛点头 认可他的说法 随后李肖开始扒在成双双耳朵上嘀嘀咕咕 因为声音太小 我听得并不清楚 但是第二天 他们并没有任何动作 等到第四天 食物存量已经消耗光 而且徐超无论怎么联系 我都受不到回应的时候 李肖才慢悠悠地开口 超哥 我觉得你还是别等 书颖那个贱人知道 马上丧尸就要清除干净 大家会重获自由 对防止我们报复他 肯定不会再送吃的过来 想把我们都饿死的 徐超正处在又饿又恼的状态 被李肖的话一击就暴跳如雷 这件人敢这么耍老子 老子要是出去 第一件事就弄死他 李肖马上接话 超哥 我觉得如果要下手的话 得趁现在 你想想 等秩序恢复以后 你要干点什么 那可是犯法的 只有现在这种时候 多一个少一个的 没有人会管 而且他之前敢把吃的送来 肯定是囤聚量的物资 把它干掉 那些东西就全都归我们 就算咱们天天敞开肚皮吃 到清理完丧尸那天 说不定都还没吃完 反正留在家也是饿死 还不如奋力一搏 你说对不对 超哥 我心里暗笑 奋力一搏是打算去哪里搏 就算知道我在附近 整个小区那么大 难道一间间找吗 但没想到的是 李肖居然留一手 徐超同意跟他一起弄死我以后 他们就马上把客厅窗帘拉上 挡住我的观察视线 只有窃听器传来 李肖压低的声音 之前有一次我半夜醒来 恰巧看到物资 是从对面的窗口 用无人机送过来的 然后我昨天又偷偷用电脑 查找一下我的手机定位 发现也在对面了哦 就凭这两点 基本能确认书影那件人 就是躲在正对面那间房里 我们把能防护的武器全拿上 直接杀出一条血路 杀他家逼他开门 要是不给我们开 就把门砸烂 让他也别想活下去 听他们的计划 我往楼下看一下 小区花园里 现在游荡的丧尸确实不多 而且也处于饥饿状态 行动迟缓 但是光凭这样 就想顺利杀到我门口 也太小看我输影吧 我立即用刀把手割破 把血全部抹到一件衣服上 再把衣服绑到无人机上面 在窃听器里 听到那三个人出门 争分夺秒的将无人机放出 无人机开始绕着 整个小区花园飞行 衣服上浓重的血腥 为激发起底下 丧失的嗜血欲望 他们的状态开始愈发癫狂 前扑后继的追着无人机跑 我将无人机摇到C洞 里外三层的士群 顿时将C洞大门围住 正想为计划顺利而开心 突然想到 不对 从C洞过来 还能走地下停车场 他们更大可能是选择 走那条更好防御的路 我连忙摇着无人机 从地下停车场入口飞进去 飞一会 就在屏幕一角里看到 那三个人刚好砍死一只丧尸 正起身往我这栋 负一楼大门方向跑 无人机被我拉高停 在附近的一条横梁上 跟着无人机过来的士群 被那三个人的动静吸引 开始朝他们涌去 我在屏幕里清晰地看到 跑在后面的李肖 是第一个回头发现 有士群在追赶他们的 急忙拍一下前面 成双双的肩膀 成双双回头跟他会议后 他们手里拿着的 消防服和菜刀 一人一边 七七朝跑在前面 完全没有察觉的 徐超腿上砍去 徐超痛苦地大叫一声 摔倒在地上 腿上的伤口在地上 伐出两条深深的血痕 身后的嗜血丧尸群 随即蜂拥而上 将他包围淹没 停车场回想起 徐超夹杂着粗话的 绝望吼叫 而那对狗男女 牺牲幼儿后 也顺利跑进 一楼大门 重重把门关上 转身消失在楼道里 真没想到啊 时隔两个月 这对狗男女 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 诉说着 对我沉甸甸的爱意 李肖拍打着楼道门的玻璃 眼里擒着思念的泪水 老婆老婆 我终于找到你 看到你活着实在太好 我真的好想你 之前做的错事 我今后会千倍万倍地补偿你 求求你给我个补偿的机会吧 开门吧老婆 让我进去抱抱你 成双双也趴在玻璃上痛哭流涕 盈盈 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姐妹 要不是为再见你一面 我肯定都扛不下去 我只是一时糊涂 你能原谅我的对不对 你说过的 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 能比得上我们姐妹之间 深厚感情的 哦哟 太感动 我斜靠在门框边 看着他们真情流露的认错 擦擦眼角的泪花 缓缓开口 既然你们都认识到自己错 我也就不追究 李霄和成双双听第一句 喜行鱼色 但是 为避免同样的背叛再次发生 我不接受今后三个人 共同生活在一起 李霄皱皱眉头 什么意思 我叹口气 意思是 我只能让你们其中一个人 进来跟我继续生活 但是你们都是我生命里 最重要的人 我选不出来 李霄马上会议 眼神恳切地表忠心 那就只让我一个人进去 拜老婆 以后我会跟你结婚 好好用一辈子来补偿你 之前犯错 都是成双双那个贱人勾引我的 对啊 我根本没想过 要做对不起你的事 成双双目瞪口呆地 看着李霄 急忙撇清 隐隐 你千万别信他 是他把我灌醉 在我意识不清的时候勾引我的 你不能信渣男说的话 要相信好姐妹 而且他刚刚被丧尸抓 很快就会变 成双双话还没说完 就被李霄恶狠狠地掐住脖子 你个贱人瞎说什么 我哪里被抓 只是刮伤 我顺着成双双的话看去 李霄的手臂上 确实有三道明显的抓痕 而且见血 他估计是心虚 决定出大招 掐着成双双的脖子 一路把他推到楼梯口 是你对不起我老婆 我要替他惩罚你这贱人 去死吧 随后将他往楼梯深处一扔 把楼梯口的门铺的关上 任凭成双双在外面哭着喊着 拍门踢门 甚至引来附近的丧尸 被咬出痛苦的尖叫 都无动于衷 这个很近 跟上一世把我扔出去的时候 一模一样 李霄做完这一切 转过身 在楼道门外温柔的跟我说 老婆 我已经帮你报仇 你快给我开门吧 我拿着钥匙微笑着走过去 把门锁打开 他健壮开心的想从门缝里闪进来 就在他毫无防备的这一瞬间 我突然抓起一只藏在身后的高压电机棍 往他肚子对去 高压电流顿时让他失去大半的意识 竟然的倒在地上 我蹲下来继续给他送去电机治疗 并笑着跟他解释 老公 谢谢你帮我报仇 但是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只能特殊对待咯 我相信 CF后面一定有办法能救你的 十天后 我家的门铃被音响 女士你好 我们是CF派来给幸存者 接种抗丧失病毒疫苗的 请问你家的幸存者有几位 我高兴地开门 跟工作人员如实报告 我家有两位 我和我的未婚夫 那就请你的未婚夫出来吧 我们登记一下信息 然后就可以给你们注射疫苗 我面露蓝色 他恐怕不方便出来 他的情况有点特殊 工作人员听闻转身朝后面点下头 随后另外两个壮瘦的工作人员 走向前来 一左一右将我家主 女士 麻烦你带我们去看一下 你未婚夫的情况 我很不解 这是做什么 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复我 你只需要配合我们的工作 我们一定会给你提供帮助的 我只好拿上钥匙 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门口 叮嘱他们小心一点 然后把门打开 变成丧失的李霄 正在房间里游荡 看到门开 外面还有一屋子的大餐 瞬间癫狂地扑上来 但还没等他靠近 我身后就冲出 两个穿着防暴服的JC 一个娴熟地拿网搂住他的头 一个用砍刀一摆将他的头砍下来 动作之顺滑 连血都没溅出来多少 身旁两个工作人员 将目瞪口呆的我拉离现场 留下他们的同事开始杀毒清理 拿着登记表的工作人员安慰我说 你的未婚夫已经失变 疫苗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处理过很多 你也不是个理 所以慢慢接受这事实吧 大家都不容易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还是希望你能理智对待 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 我含着泪点头 谢谢工作人员对我的疏导 我以后一定改正错误 理智对待 房间消毒清理完 他们又检查剩下的两个房间 确定我没有其他藏匿起来的家人 又派出女工作人员检查 我没有被丧尸抓出的伤口后 才给我接种疫苗 又过十天 通信网络开始恢复 国内丧尸已清理完毕 幸存者已全部接种疫苗的消息 占据各大社交媒体的头条 姚姐看到后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妹妹看到消息吗 爱马太好 咱终于解放了 快过来姐姐家吃饭庆祝一下 我们全家人都等着要见一见你呢 虽然失去未婚夫 但是换来一个天天惦记着我的亲姐 和一大家子真正的家人 这么看来 我也是不愧的 对吧